好 那么刚刚那一节课呢 我们把镜头呢 给大家去进行了一个阻截 比较简单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呢继续呢 沿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去进行讲解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视频的画面呢 最后呢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剪辑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按一下N键 右击合成至工作区域 对不对 好 那么把step 2呢 直接的给它拖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时间呢 你就会发现只有七八秒这样子 好 一样的 我们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右击合成设置 把时间调整到12秒左右 调整到12秒左右 对不对 好 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零零 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 你看最后的一个球的画面 定格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 跟最后的镜头对接 因为最后有一个火焰的球是转动的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 确保那个球 能延似合缝的进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Ctrl I 我们把我们刚刚用到的这个素材啊 给它置入进来 对不对 来置入进来 以合成的方式打开啊 以合成的方式打开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这个先给它放进来 但是这时候呢 这个图像 这个对象啊 位置不太对 好 先把这个呢 读做 我们先看到这个球的位置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对 对整两个球的位置呢 那这个比较好理解 直接在试图菜单下 有个显示标识啊 我们这时候找到显示标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球 四个边的位置给它确定下来 那其实基本上 另外一个球呢 它也就框下来了 框定下来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呢 这是我们球所对应的位置 好 把独座开关给它关掉 那么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的球啊 它只需要处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两个层就能对上去了 那么另外大小呢 我们呢是当的把这个呢 稍微调整的大一点点 稍微调整的大一点点 确保它是在这个画面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怎么样子去做呢 我们怎么样子把它做废开来 然后呢放到 放到我们这个里面的 好 所以这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要做一个 剪切蒙板 你看最后的画面定格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剪切蒙板呢 好 一样的 Contro i 对不对 把我们的那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喷溅的效果 我们把这个喷溅给它拿出来 这个喷溅呢 一定要放在什么呢 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图层的上方 一定要放在图层的上方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喷溅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球所对应的位置 那这时候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lpha 但alpha正好是透过来的 对不对 那正好是透过来的 我们来一个反转alpha 对不对 那这时候这个喷溅的效果 以及喷溅的这个中心点啊 你都是要去进行调整的 我们把这个喷溅的中心点给它呢 放过来 对不对 给它放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个球的中心点的位置 放到球的中心点的位置 其他的呢 我们暂时先不去动 按一下s键 先开始默认状态 我们把这个缩放值改为0% 那这时候完全没有影响啊 那么我们很快速的 过了一点点时间 对不对 过了一点点时间 我们把它的这个值呢 改为100% 就是超出所有的画面吧 总之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所以你看哈 我们现在这个画面 它是这样子的 慢慢的 对不对 这个球 慢慢的 慢慢的 当然这个的话 速度有点快了啊 就是让人家感知不过来了 我们把这个针呢 往前面再退几针 我们把这个针往前面 稍微再退几针 好 来来看一下啊 没有到这边的 就是当我们最后的一个临门一射的时候啊 我希望它是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 对 对 这时候比较好 好 我们把这两个关键针的再往后面 再稍微移动一下啊 再稍微去移动一下 确保我们的画面呢 能是正常的显示出来的 好 这时候确定 对吧 能看到吧 这样的个画面呢 基本上就有了 好 我们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B键 简单的去测试一下 好 再往前面延长一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给人的感觉呢 就比较好了啊 那这时候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要剪掉一部分的啊 把这个呢 直接的喷溅的效果 给它呢 退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前面的话 我们不希望它看到喷溅的效果 是吧 不希望影响到我们的轨道蒙板 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时候呢 最后的定格的画面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 是吧 我们把这个原始属性开挂啊 应该是要点一下啊 应该是要点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个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图层呢 我们把它呢 一样的往后移啊 一样的往后移 不需要那么样 往前靠太多 不需要往前靠太多啊 那这个的话 其实你就有一些问题了 我们把这个club的这个层啊 利用我们的移动工具 利用我们的移动工具 直接把它移到后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不会有后 就是说看起来结合 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现象 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啊 好 这时候呢 是比较 比较好的 我们把这个呢 画面呢 对到对应的位置上来 对到对应的位置上来 对不对 好 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啊 我们希望当画面一旦出来的时候 我们最终出现的 出现的画面感是有缩放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把缩放跟pshiftp同时点开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默认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值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球就可以了 好 把缩放这两个值同时点开 那么与它一起消失的啊 与它一起消失的 还有一个是缩放啊 我们来看看 最后我们的画面 它是要在最正中央去进行呈现的 所以你的缩放值跟你的位置 是要同时去进行一个什么啊 调整的啊 要同时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当前的这个画面 如果是这样子的画面 我认为还不错啊 我认为还不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简单的小的效果 还可以啊 对不对 还可以 对不对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到了这边的话 我们的散开了的这个画面呢 出来的其实是有点快了 是不是啊 其实是有点快了 但是呢 这时候呢 基本上能能保证它是对上的啊 基本上能保证它是对上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呢 你可以把这个关键针啊 你可以把这两个关键针啊 稍微的往后面拖一拖啊 稍微的往后面挪个几小针啊 稍微挪挪个几小针 另外呢 这个长度的话可以在适当的那种区里面要调整一下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往前面稍微移动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画面的整个的感觉呢 有可能会跟得上来 按一下B键 我们再测试一下 对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会就比较好一点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时候重新再来测试一下 对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不间断的啊 测试一个两秒钟 按一下N键 对 好 与此同时在这里面的话 你最后进来的画面是静态的 而我希望它是一个动态的画面 进入到Club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的这个每一个都做过了 所以这个球我希望它呢 初始的状态就是旋转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按一下R键 一直到最后结束 对吧 结束我们就以6秒钟为例 按一下N键 那这时候修剪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修剪6圈的话 我们转个20圈吧 对吧 它旋转的快点 但是这时候你旋转的再快 没有啊 你的中心点呢 还是要去进行调整的 所以这时候配合我们这个点 把它的中心点呢 给它放在球本身上面去 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时候你看 它就乖乖的在这个地方旋转了呀 对吧 我们看看它的旋转方式 对的 没问题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还希望置入一个火焰的素材进来 对不对 Ctrl I Ctrl I 那这时候的话把我们的这个项目窗口里面的啊 有一个资料窗口 我们之前的话用过这个素材 然后把那个火焰 把那个火焰给它打入进来 嗯 好 火焰 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火焰的话 扔到画面来 但是这个时候角度按一下R键 对吧 旋转一个90度 旋转一个90度 那么一样的按一下正片叠底 就是箱层 什么是Apple 就是绿色 叫做屏幕 什么叫屏幕啊 来把红色的 把这个利用移动工具啊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上面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大小的火焰的大小呢 你可以按一下Shift S 把这个火焰的大小适当的去调整一下 对不对 好 但这个火焰呢 燃烧的太慢了 那这时候呢 加一个镜像模糊 哇 镜像模糊 所以这时候加一个镜像 模糊 啊 镜像模糊 好 所以这时候 直接把镜像模糊的呢 给到我们的火焰 给到我们的火焰 这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 马上火焰呢 燃烧的呢 就比较的猛烈 比较猛烈 我们这时候调整到缩放 我们来看一下 那 好 这时候 不要用旋转啊 旋转的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们调整到缩放 那 那这时候把它的数量啊 整个呢 可以变得稍微的大一点点 然后呢 中心点呢 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中心点放在这个球本身上面 对不对 放在这个球本身上面 那这时候的话就比较刺激了 我们把它呢 再稍微小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球的一个燃烧的效果 对不对 这就比较刺激了 非常的刺激 对不对 嗯 好 这个火焰的效果呢 基本上解决掉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球呢 该加动感模糊的 你去给它加个动感模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接下来的这个动画出现呢 也要非常的快 尤其是激情世界杯 以及我们的这个大令神杯啊 这几个 对吧 这个glow就不管它了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就激情世界杯的这个东西啊 嗯 好 在这里面回到其实帧 这个动画呢 呃 你要在这个地方的话 往后面稍微退一退啊 往后上面退一退 留一个几帧 按一下s键啊 我们主要的就是做它的缩放动画 主要的就是做它的缩放动画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直接加一个 我们的那个缩放 我直接把这个缩放的加一下 这是最终我们定格的画面 100% 那么开始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它是很高的一个值 500%啊 500% 很大的一个画面 对不对 那其他的呢 比如说你那个大令神杯啊 啊 包括我们的星星呢 星星的话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好了啊 奖杯啊 奖杯先给它怎么样 先给它放到后面去啊 我们还没有还没用到它呢 对不对啊 那这时候我们先去调整它 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每过个几帧 每过个几帧 对不对啊 那么这时候迅速的给它回到100%的状态下 迅速的回到100% 但是回到100%呢 这样子的画面太硬 我们又要蹦到 对不对 又要花回到300%左右的画面 这样子就是不断的放大 不断的又回到了百分之多少 100% 好 那么再次回到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时候小的时候有可能要 我们把它小到80%吧 对不对 它的力度比较高 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百分之100 百分之60 对吧 它的弹性比较高嘛 对不对 然后弹到百分之这个 然后再弹到80% 好 再回来 我们把它弹到百分之多少呢 150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再回弹的时候 弹到90% 90之后再回弹到100% 这就是力度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小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前的这个小的效果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看 能看到吧 所以这个小的效果的话 你别看它时间短 但是呢 很讲究节奏 你们看到 非常讲究节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的一个原因 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那这里面就简单了啊 我们可以把谁呢 后面还有一个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 我们的 喷喷键的这种效果 对吧 这时候直接建立一个表达式 按一下P键 对不对 按一下S键 直接的呢 单击一下 对不对 直接的呢 把它给到这个缩放值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他们就是同时出现的了 对吧 两个人就是互相关联起来的了 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你这个球啊 包括火焰 你都可以把表达式给到谁呢 给到我们的这个club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统统的给到 当然你其实你给父子关系应该也可以啊 在这里面你给父子关系应该也可以 我们来看看父子关系能控制到他吗 我们直接的把这个火焰 直接的把火焰给到这个club 直接的把它呢给了club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能不能控制到 对不对 应该是能控制的 但是呢 这时候球的话就不对位了 我们刚刚呢 就要这个球对位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不去给父子关系了 给父子关系的话 倒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啊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呢 整个的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最后呢 我们希望大力神碑出现了 对不对 毕竟这个奖品的还是要的啊 所以奖碑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呢出现一下 那这时候这个奖碑呢 是可以怎么样 不要太硬啊 最后的画面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平移的属性啊 加一个p键 对不对 加一个p键 好 那么这时候呢 移动过来 很慢的啊 你可以稍微慢一点 移动到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位置点击一下 但在这里面呢 我们回到起始位置的时候 你这个呢 需要把这个大力神碑啊 适当的隐藏一些 适当的隐藏一些 可能说老师隐藏不了 怎么办 再加一个shift 你把这个缩放值给他给到零 然后呢 加一个关键帧啊 是不是啊 加一个关键帧 好 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啊 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你给他追回到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一百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个啊 你看看中心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中心点其实是有有些问题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把中心点呢 给他调整到物体本身上面来 调整到物体本身上面来 所以这个的话就比较麻烦啊 中心点的位置不太对 好 所以这时候把中心点呢 一样的啊 这个中心点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呢 先把它呢大一点啊 中心点放到物体本身的这个这个这个底端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吧 我来试试看 啊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的呃 这个奖杯呢 中心点的不太对啊 中心点不太对 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关键帧的时候 忘了做了啊 好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只能去重新的去进行一个交代了 我们在这下把所有的内容 把所有的内容 reset一下啊 啊 这边的关键帧内给三点 那没办法 只能不要先去定中心点 有一个步骤不对啊 就不太对 好 这时候直接单独显示啊 单独显示这个这个这个素材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利用我们的文字工具 利用我们的选择工具选动它 再配合我们的那一个啊 我们来看看它的中心点在什么样的方位 好一定要在这个大力审杯的这个底端啊 一定要在这个底端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希望它出现的一个方式是 一个是我们的收放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位置 这是最后的定格的画面 对不对 定格的画面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其实的画面呢 我们希望它的大小是为0% 对不对 0% 而位置呢 来 我们来看看啊 对不对 其实这就相当于位置的话 我们把它呢 稍微的往下面去移动一下 稍微往外啊 往下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移动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位置我们看看能不能 对不对 稍微的去简单的移动一下 简单的移动一下 好 那么来看看 对不对 可以 好 这时候读这块关关掉 读这块关关掉 我们来试试看当前的效果 对不对 其实这个大力神杯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之前的 像这种方式的一个表达式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样去用呢 有人说老师啊 我这不太好用 加一个value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把缩放啊 你缩放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在这个地方 Ctrl Shift加D Ctrl Shift加D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奖杯 能明白吧 它又多了一个奖杯 你把这个关键帧呢 给它删掉 你把这个关键帧删掉 那这时候呢 它的缩放值就默认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给呢 我们给到按住alt键单击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按住alt键 就选择单属性啊 选择缩放单属性 按住alt键单击 给到我们的那个这边的缩放值 但是有人说老师啊 这边的缩放值 岂不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播放完了 我们怎么样让它 这时候还能播放到呢 就是说到大力审碑出现的时候 这个大力审碑弹出来的时候 还能影响到这边的关键帧呢 那其实你在这个地方要加一个点的 那要加一个点 value at time 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 一个value at time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加一个time减去多少 我们看看要延迟 对不对 延迟一个1.5秒 你看大概的在1.6是吧 1.6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我们来看看 能看到吧 这个大力审碑是不是一样的呢 但是这个大力审碑弹出来的力度非常大 程度呢 就是500%的这种强度太猛了 那这时候你还可以做数学运算 乘以乘以多少 乘以个0.5 我们看0.4% 这时候它的强度呢 就要相对而变得弱一点 是不是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最后的话 它定格的画面就会比较弱了 那么的 这是我们先用这个吧 我们来看看 最后我们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从0开始 对不对 进行世界杯 对不对 这样子的画面 基本上就比较好了 世界杯呢 是弹出来的 整个的效果非常的棒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回到step3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我们最终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就比较 OK了 我们给到 给到十几秒 右击 这样合成修指 裁减区域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整个的画面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来 最后预览一遍 我们整个的效果 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这个声音啊 我们这时候呢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声音都给它关掉 最后呢 加一个这个声音把step2里面的这个声音是比较走去的啊 因为这边做个彩减的通球C 然后呢 把它放到step3里面通球V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的画面 不是放到step3里面啊 是吗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裁减的是CtrlZ啊 我们刚刚应该是做那个裁减的时候啊 把我们的最后的画面啊 怪不得 这个其实的画面 你要CtrlZ啊 把它撤销回来 这个才是我们修剪之合成区域的一个画面 对不对 其实的画面这边都没了 这个不能啊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边的音乐关掉 把我们刚刚shakelark的这个在step2里面的音乐 给它放过来 Ctrl加V键 对不对 Ctrl加V键 那么这时候的话 这边的音乐都要满的 都要满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个画面 把所有的参考线给它清除掉 清除参考线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大概的一个小的效果呢 我们呢基本上呢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了 好那么我们说大概的一个小的效果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学习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AE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这个这个后续的话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的课程 好非常感谢大家